共軍最近頻頻在台灣周邊進行軍演 不過照理雷說 這一到六區的軍演公告 到了昨天中午就已經失效了 但現在大家更關注的 就是第七區的狀況 尤其是我方更是密切監控 我們那裡看到的是 其實六區都是圍著台灣周邊在做演訓 但第七區出現的是台灣的東部外海 共軍在東部外海第七區的演習 今天上午十點就要解除公告 但是還是擔心它會不會繼續雷射彈呢 而國防部說了 已經有13艘的共軍戰艦 每天在我國24海里外 可見挑釁因為是相當濃厚 但大家現在也關心 這個飛行或者是航行的安全 交通部長王國才就說了 雖然不清楚中國大陸 持續軍演是不是只有指著 第七區在東部外海這個地方 但是會針對海空運持續來做監控 而共軍也再次發出航行警告 說他們要在渤海跟黃海來做軍演 時間點還有可能到八月十五號 但是台灣就認為不在台北的飛航情報區 所以不影響台灣的飛航航路 而中國大陸動作不斷 八月八號持續在台海周邊海空域 實戰化聯合演訓 那麼沒有公布明確的時間 以及詳細的經緯度 所以我方目前只能嚴密的監控 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擦槍走火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